音樂 這個戲叫Octave Octave其實是一個音域 因為講失聲 社會上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聲音 忘記了自小原來喜歡做什麼 在題材方面其實很適合我們這個行業 很多時候我們在舞台上或幕前做的都未必是完全真正的自己 我職員一個警察 這個警察就是一個大公司入面的小職員 我就是負責不用說話 基本上就是人家來保安 拿著電腦就用鍵盤來說話的一個人 裡面這個角色就是一個配音員 錄音室裡面就是不停地發生不同的角色的調換 其實是很分裂的 真實自己的聲音都會 很忘記 我今次飾演的角色就是一個 出賣自己的銷售 不停地說話說 那你的聲音當然沒有 除了沒有這把聲音之外 我想這把聲音都因為 因為你很多時候要掩著心去說一些大話 或者說一些很美麗的說話 而慢慢自己真正的感受 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裡 今次除了會排戲做這個劇之外 就是我會負責寫主要的幾首歌 我和Yvanna平時在音樂上的合作比較多 但真的在舞台劇上是第一次 第一次大家聽到的就是開龍鳥 也是這個劇的主題曲來的 一陣子在音樂上的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